你们好,我是秀瑞 刚才看到何同学在台上表演翻跟头 我都懵了 我说这咋还有绝活啊 我没有绝活 给大家讲点传统脱口秀吧 我的母亲 前两天给我发了一首歌 兄弟想你了 这玩意咋回啊 你说我回他吧 他搞我叫兄弟 我回他吧 他还想我了 我正想怎么回呢 我妈又给我拍了一段视频 看完我更懵了 你们一定在朋友圈 看到过那种爹妈拍的小视频 也没有主题 也不给你剪辑 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戛然而止 我妈那个视频开头是个女的 但不是我妈 然后从远处传来我妈的声音 老妹儿老妹儿 你给大姐在你那个位置拍张照片 阿姨接过手机 发现是在拍视频 明显没反应过来 按了一下反转镜头 一张大脸突然就出来了 配上阿姨那个惊恐 然后这个视频就没有了 我妈年轻时候真不这样 一般天冷了 妈妈穿你穿秋裤 有的会嘟囔你两句 有的会骂你一下 但我妈特别干脸 一句废话都懒得跟我说 她直接把秋裤 给我缝在牛仔裤的里边 这玩意绝呀 把短裤缝进去更好了 俄罗斯套裤嘛 我在上初中之前 一直觉得牛仔裤 应该是有两成的 我第一次在寝室换衣服 给我室友吓一跳 他说你这个裤子厉害呀 还有内胆 我妈对我的关心啊 也是无视角的 我不长得挺瘦的嘛 她就去给我找那种 跟体重相关的偏方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偏方 就说你吃饭的时候吧 多嚼几下能减肥 然后就开始不让我嚼了 我一吃饭就在旁边骂我呀 我看你吃饭 咋这么来气呀 你说你挺大老爷们儿 嚼那么细干啥呀 那玩烟不死就往下咽呗 我说妈这鸡蛋 总不能一口一个吧 然后前两天我去体检嘛 大夫跟我说 小伙没看出来呀 你长挺瘦 牙口还挺好 我说那能不好吗 就没咋用过呀 后来大夫看到我胃部CT的时候 眉头紧属啊 说小伙你赶紧去做个胃镜吧 这里边好像有肿瘤 我说没事 应该是我早上吃了个鸡蛋 虽然今天说了这么多我妈 但也不妨碍 我知道我妈是关心我的 我也知道这个节目 她肯定会看 所以我在这儿 想对我妈说一句 放心吧妈 今天我穿球裤了 谢谢大家是不是 谢谢周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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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请锁票 厉害厉害 内胆炸了 这个内胆 今天是分离的 还是一体的 这个是分离的 今天跟庞博比 压力大吗 大 不然也不能整成这样 我的都穿球裤压了 刚一上来就笑得 我睫毛又要飞了 我就问你热不热 热 还好你瘦 我今天长得真的特别好 就是我感觉 灯真的不够用了 我拍完整理还要拍 我再拍一回 我就觉得每个秋裤的 这个故事 好像我们童年都有过 小的时候就是 特别不愿意穿秋裤 所以就经常地 在回到学校里 偷偷地把秋裤脱掉 所以你这个秋裤 一下就让我感觉到了 我们小时候的感觉 特别好 我小时候 我老那个丢东西 我妈在秋裤上 给我缝着兜 然后说你重要东西的钥匙 尤其搁在秋裤里头 所以每个妈都有各种 在搁点的招 我们问问年轻人 何同学今年几岁了 23 你小时候有这样的困扰吗 听说过秋裤吗 这个是我非常困惑的一个点 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喜欢 穿秋裤 薛尔老师 我觉得他的洞察 真的非常好 因为可能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们母亲让我们穿秋裤 可能大家不太愿意穿 但是我特别喜欢穿 不穿的话我腿就疼 就膝关节 难受的 你有没有想过不长个 跟这个有关系的 或许有一些关系吧 开玩笑 秋瑞 你每次 你专开说 你每次演出 妈妈都会看 那怎么说呀 这是我妈鼓励我讲这一篇 去年过年的时候 她就说 要不就讲一讲 讲一讲我 他也会去拿出去 去显霉嘛 因为秋瑞每回讲的 这个特别有魅力 他就感觉 因为秋瑞特别的那种 他尖锐 特别尖锐你知道 感觉他心里的刺儿啊 慢慢长 都长成贱了你知道吗 一刀一刀的 都戳过去 都特别酷 而且他就说一会儿 大家等 其实这种感觉挺逗的 就是大家都琢磨 琢磨那个劲 越琢磨越逗 挺好 挺好玩的 那我们秋瑞作为开场 获得了四个派灯 八票 我们等两个人都表演完 一起公布票数 请秋瑞进入等待区 当我知道开场的时候 一些雷压泪挺大的 这是我有史以来的 第一次开场 用尽全力了 接下来要上场的 就是引发了 无数感动的 初代大王 胖瓣 大家好 我是胖瓣 谢谢大家 谢谢 又要PK了 不是很想PK 尤其跟秋瑞一样 你们不知道 我们是全公司最像三星堆的两个人 确实每年比的都挺不容易的 而且今年格外的难嘛 前两天我在刷那个朋友圈 我看到我有一个做综艺节目的朋友 他在筹备一个新节目 名字叫种地吧少年 他是要一群手无腹肌之力的男生 是吧 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用六个月的时间 种出一万斤粮食 是吧 我当时就明白了 主要就是面向这两年 在家带业的这帮爱豆 真正的男团在就业 我问了一下 听说已经有三百多个爱豆报名了 没想到是吧 爱豆爱豆 爱到最后是土豆 我就希望这个节目就好好做 对吧 也别搞那些什么综艺套路 别跟我们似的什么PK淘汰 是吧 不要有人种着种着 发现自己快要赢了 第二天起单 发现对手把自己的锄头藏起来了 就好好劳动就行 我觉得这样啊 节目录完 以后谁都不要再批评 爱豆基本功差了 你想人家那个技能 唱 跳 施肥 打药 联合收割机的维修 母猪的产后护理 我觉得干脆就更极端一点 是吧 节目里收成最好的四个人 咱们直接原地成团 新一代的F4 是吧 Farmer 4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我感觉这两年 节目像一个连续剧一样 你看 姐姐在那乘风破浪 是吧 哥哥在那披荆斩棘 还有一群少年在种地 你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啊 他说因为我们想过向往的生活呀 节目还没录 人家甚至还没录 不过说了 你们是不是还挺想看的 我也挺想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这种抓人眼球的东西 越来越多了 有个特别火的新闻节目 说的是啊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 但是你一听 有人花了好几万 闻了一个这样的眉毛 这我必须得仔细看一看 短视频上还经常有那种 洗地毯的视频 我都反思 我为什么爱看这种东西 自己不爱做家务 看别人做家务 特别来劲 但是说一个地毯都脏成那样了 咱干脆就买一块新的 对吧 脏成这样都不扔 只能说明很珍贵 但是这么珍贵的地毯 又是怎么脏成这样的呢 我唯一见过的又珍贵 又全是泥的东西 只有出土文物 但是刷文物 都是拿个小刷子在那一大 没有人说拿个高牙水枪 再织一个手机 家人们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冰蛙泳的底色 到底是什么 哪怕是体育比赛 你比如跳水 这种观赏性很强的项目 点击量特别高的 也很有可能是那些失败机器 那是真正的一切皆有可能 是吧 就是谁都知道是吧 这个大哥跳下去一定有水环 但是谁都想不到 能有这么大水环 那个水环大到什么程度 就好像你在互联网上说了一句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今年的领校园 还挺懂脱口秀的嘛 经常是看那个大哥跳水 出发的第一步就有问题 但是你看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整个过程 哎哎哎哎哎妈妈我爱你 看完了之后让我这种普通人 也产生了尝试一下的冲动 你就感觉只要不怕疼 我上我也行 说了这么多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把注意力 放在真正应该关心的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盘国 三 二 一 请坐票 这个重力节目是请你的吗 暗示他们一下 因为那个 有一些 我们这个现场啊 经常来一些亲朋好友来看 呃一般呢没什么事呢 我是不愿意把人家叫起来 其实人家就是来放松心情 来开心一下 但既然你提到了向往的生活 那我们掌声欢迎彭于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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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觉得向往生活很好 而且向往生活 我爱去玩 也是种地啊 真正的种地少年在这里 哇 那得是C位 让他利亚烈 没有没有 但是刚刚确实听得很开心 很开心 真的 谢谢 放过他放过他 让他做下快乐吧 对对对 让我快乐快乐 但是他 他是 他是今天就是观众 跟各位一样 也是手给拿一个投票器 既然他已经报告了 我们后面的 还有一位观众 在家里看节目的 没事 没事 我还以为现场要说什么的 没有 你拍的这个点太奇怪了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太感同身受了 因为我自己在后空翻的时候 会把自己翻的录下来 真的很好笑 就是人在空中的表情就是 而且我特别喜欢彭博老师 完全彭博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对吧 就是我们这个做视频 或者做内容 就是大家喜欢的点 其实都不一样 我们作为创作者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内心出发 对吧 自己高兴 哎呦 一个来自23岁青年人 对一个33岁中年人的鼓励 我一定好好努力 打出来贴墙上 你俩某些气质还挺像的 是的 我特别喜欢彭博老师 因为彭博老师会写代码 我虽然代码没上过天 但是也每天在家偷偷写代码 花姐 你让你感动的男人出现了 其实我觉得能看得出 太难写了 5G写了那么多好的稿子 到今天还在写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把你榨干 我就觉得已经很感动了 压力太大了 我能感受到 但是你今天讲的也是非常 怎么说呢 有自己的风格 因为彭博 就是每次上台的时候 那个感动点特别靠谱 因为他每次都朝气彭博 充满着朝气那种感觉 邓一哥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没拍的原因是 是因为你有 是因为你太稳了 知道吗 确实 作为刚才我接的我搭档说 5年时间 你每一季在里面 其实为什么 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也是像我的 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一样的 五颜六色 因为这个舞台 会给大家很多欢乐 很多色彩嘛 大家每个人的这个位置 出发点不一样 所以是我也得向你学习一下 对 那彭博也是四个拍灯 八票 请邱瑞回到舞台中央 公布票数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备战间的朋友们 都分别选择支持了谁 邱瑞 有杨波和 护桓 还有小北和鸟鸟 OK 那看看彭博那边呢 哎 你觉得什么带坏的鸟鸟 鸟鸟 这算射孔吗 鸟鸟 我感觉你这社交水平可以 快乐小鸟 来 我们画面切回现场 两位站好 现在都是八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 彭博 邱瑞 最终的得票情况 邱瑞 这些点其实很多人都聊过 然后但还是能聊出一些 新的角度跟新的方向 还是挺不容易的 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启发吧 我觉得彭老师今天写的都很好 有他角度的观察 特别有彭博的风格 我觉得我是用尽全力了 两个人中演完还是有一点前面 我心里是替庞老师捏一把汗 功力已经非常深厚了 而且他也讽刺了不少的社会现象 我觉得还是敢说 我觉得邱瑞的希望是挺大的 因为邱瑞把观众真正的 带入到了自己的内容当中去 我觉得邱瑞在今天是 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 邱瑞一百七十三票 磅礴一百六十四票 恭喜邱瑞晋级成功 邱瑞赢得太难了 得到这个直红半球赛里面呢 确实有点意外 挺侥幸的这事 半球赛会拿出一篇更好的稿子吧 主持人们加油 我们半球赛见 春瑞开箱开得很好 而且他今天讲脱口秀 讲故事的那个方式 是很津津又调的 就是威威达尔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开得特别棒 那个大家也不用遗憾 没有进行成功 就意味着我们又能 多看一次庞博的表演 太好了 然后后面被战监的朋友 也多紧张一分 意味着他们要跟庞博抢 剩下的名额吧 请庞博返回备战监 演的没有 他确实没有人家好 然后稿子也没有他好 这个结果也很正常 抱怨要不要穿球裤这个事 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不是说这两年才开始讨论 但是他还是能翻起来 我就觉得还挺 挺有启发的吧 就是 我感觉庞博老师其实贡献了一场 就是经典的这种 狂博式的脱口 是吧 他确实是 就是在调侃一些 这种生活中的这种 社会上的这种现象 他是第一季的大王 然后他是唯一一个 录到第五季还在坚持的大王 很了不起